中文字幕臨時 衛生防護中心證實 侵入性月形鏈頭菌感染個案 已經有群組爆發的跡象 79個證實染病的住院個案中 32宗屬於血清三型 基因罪裂型283感染源頭相同 初步資料顯示 32名病人中 有一半病人曾處理淡水穴 當中部份人報稱 處理未經攀煮的淡水穴時 首部有傷口 其中兩人是食屎廚師 一人為兼職愈返 而根據醫管局的資料 32名病人中有2名病人已經離世 死因未能確定是否與感染 侵入性月形鏈頭菌有關 另外10人已經出院 衛生防護中心已經安排人員 到部份個案曾到訪的街市 和魚檔內採集樣本 所採集的環境樣本 和魚樣本的基因排序 同32宗屬於血清三型 基因罪裂型283的基因排序相同 中心已經通知有關事宜與食環處及魚護處 食環處已經在相關街市徹底清潔及消毒 而魚護處也會到淡水魚批發市場 採集更多的魚樣本 協助確定本地養殖魚的情況 香港海鮮業聯合總會主席李彩華 在港台節目上表示 建議市民在選擇淡水魚時 用牧師的方法 不要徒手挑選 並強調千萬不要使用魚檔的共用毛巾 減少感染侵入性月形鏈球菌的風險 衛生防護中心認為 病人感染可能因為處理未經攀煮的淡水魚時 搜捕帶有傷口或食用未經煮熟的淡水魚有關